也就很开心 今天您能不能依旧保持您千两天的状态 没问题 好 今天您要我们做什么美食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黑椒鸡柳 黑椒鸡柳啊 对 宝贝们应该经常吃吧 宝贝你平常吃什么跟这个黑椒有关 黑椒牛排 黑椒牛排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选用这个鸡柳来做呀 因为鸡柳一个是价钱便宜 对吧 但是就是这个鸡柳比较软嫩 适合儿童吃 一块新鲜的鸡胸肉 鸡胸肉 咱从中间切一刀 爸爸是一个在家做过鸡胸肉吗 做过 一般就是给他做个菜呀 或者炸个什么的好吃 炸个什么 大厨用这个鸡胸肉 会不会说是比较柴呀 很快就老了这么 对 不会按照我的方法来做 肯定是没问题 好 来我们看看大厨今天怎么来处理这块鸡胸肉 鸡胸肉不要嫩 所以它要顺着死切 顺着死切 顺着死切 先把它切成条 切成条 有点像我们做这个黑椒牛柳的感觉 牛柳也是切成条 下面我们把它腌一下 这个也是要腌制一下的 还是用我们这种勺子 对 给一点点盐 哦 依然是一点点盐 对 入于底味儿 嗯 然后还是一勺料酒 料酒 大厨用到了这个 每天就用这个小法宝 也算是一个小勺 一勺 就是很好的羊在家里面 我们有树 对很方便 那我们有树觉得这个一勺两勺哈 这个拌匀就行了 拌匀就可以了 对 这个直接拌就可以了 对对 不需要用手 因为它不是肉丝 啊 它这个比较粗 所以直接用勺子拌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吗 对 最后还要加一勺油 一样是给它封一下 对 一勺油 嗯 这样炒到时候 它便于它散开 嗯 对 不粘 对 好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放在一旁 来备用了 因为我这种方法 加工好的鸡肉 切不散 炒不老 还容易入味儿 咱把它放到一边 好 放到一边来备用 下面我们来处理什么 肉处 然后我们切辣椒 辣椒 把两头去掉 两头去掉 好 直接把里面的芯去掉 芯也去掉 对 哎呦 真完整 反正这个辣椒 就选这个 轻的菜椒就可以 菜椒 对 这种大辣椒就可以了 切稍微脆一点 嗯 也是像我们这个 鸡柳这种大小 对 嗯 大条状的 好 这就可以了 可以了 把它一边 然后 圆葱 圆葱 切这个圆葱 老师这个 崩到眼里 又留到 辣眼 对 那我们可以把 圆葱先放水里洗一下 或者你切的时候 旁边放一点水 就可以了 放点水 对 这圆葱 直接切 也是切条 切条 啊 都属于大条状 对 嗯 然后 然后 胡萝卜 胡萝卜 胡萝卜颜色真好看 嗯 宝贝喜欢吃胡萝卜吗 不喜欢 不喜欢 对 今天 吃了这个胡萝卜 你肯定会喜欢 嗯 大厨今天怎么处理 这个胡萝卜 让宝贝爱上它 胡萝卜 因为它里面含 维生素A比较多 是脂溶性的 然后今天就不焯水 直接炒 嗯 对 胡萝卜是一定要过油的 对 也是切条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食材们 都处理好了哈 我们来做什么 卤厨 下部对汁 又到了对汁了 我们瞪大眼睛了 家常快手菜 一碗汁搞定 这口感手滑 香气四溢的 黑椒鸡柳 大厨是如何调碗汁的呢 精彩内容 马上呈现 生抽一勺半 生抽一勺半 老抽 半勺 老抽 老抽还是调颜色 调颜色哈 一个是味 一个是色 蚝油一勺半 蚝油一勺半 再加一点鸡粉 加点鸡粉 少加一点就可以 对 再加一小勺糖 糖 香油 香油来点 香油加几滴就可以 一滴味就行啊 对 把它搅匀 搅匀 另外还要加两勺水 还有加点水啊 对啊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嫩更滑 更嫩更滑一些 好了 这个碗汁是对好了哈 那最近呢我们在炉虫呢 不断的跟我们讲了很多妙招之一就是这个对碗汁 爸爸今天这个您也不能白来 我要考考您 刚才大厨对这个汁您记住了吗 嗯 大体上记住了 您给我们说说 要一勺拌那个生抽 生抽 呃一勺老抽 嗯 再放着糖 糖 鸡精 嗯 再放着香油 还有一个吧 应该 缺了一个 缺了一个 最关键的 蚝油 蚝油 对 一勺拌蚝油 而且老抽不要加太多 老抽只是调颜色 大厨就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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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看 这个大厨要好好记住 好 现在我们开始处理鸡肉 嗯 这个碗汁啊 可是我们卢大厨的看家的秘密武器哈 好 必然是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 鸡肉呢 炒到颜色发白的时候 嗯 就可以了 发白就可以了 对 看经过我们这个 提前腌制 跟处理的这个鸡肉 一点都不会粘连 而且很嫩 确实 现在颜色已经全部变白了 对 把鸡肉盛出来 嗯 好 下面我们 炒青菜 加上油 加多少油 卢厨 就 普通炒菜油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拌的量就可以了 然后 把原葱 用胡萝卜先下去 这个不需要我们什么葱姜爆锅之类的 不需要 用原葱本身就有味道 直接用原葱就可以了 这两个应该是比较难炒一些 对 胡萝卜对眼睛比较好 嗯 所以小朋友要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你看宝贝 今天这个卢叔叔给你做这个 在锅里面 是不是很好看 嗯 嗯 好看 好看 先生你有没有想吃的欲望 有 有 很想吃 嗯 对 小朋友这个菜呢 不但要美味 很重要点是 然后从外观上就觉得很好看 来吸引他 还在喜欢吃啊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黑胡椒碎 好 大叔 问这个黑胡椒和白胡椒有什么区别吗 黑胡椒和白胡椒其实都是一种东西 嗯 就是黑胡椒是 胡椒树上的没成熟的种子 加工的叫黑胡椒 好 成熟的加工的叫白胡椒 嗯 那黑胡椒香味比较足一些 是 白胡椒营养价值比较高一些 现在我们就闻到了这个浓浓的 这个胡椒的香味 现在菜已经炒好了 嗯 然后我们加上这个碗汁 哦 碗汁是现在来加的 对 放在菜上 对 哇哦 因为菜没有味道嘛 嗯 所以说先让它先入味 对 开锅以后 把鸡肉加上 好 开锅以后再放鸡肉 嗯 嗯 翻一下就可以了 哎呀 这个汁把这个鸡肉 全体能包裹住了 对对对 颜色就很鲜亮 透亮 很诱人 咱这个汁 最后没有加电粉 反正鸡肉 用电粉浆过 对 所以最后就 没有必要再加电粉了 哦 没必要再加了 对 好了 好 这道菜子可以吃锅了 太棒了 哇 老师有闻到香味了吗 闻到了 嗯 好了 今天的卢猪 跟我们烹饪的这道 黑椒鸡柳 马上就出锅了 来吃点尝尝 来 这样我们这道 口感爽滑 香气四溢的 黑椒鸡柳就做好了 一起来回顾一下 它的制作方法吧 制作这道黑椒鸡柳 所需的食材有 鸡胸肉 圆葱 胡萝卜 青椒和黑胡椒 第一步 鸡胸肉切条 加盐 料酒 淀粉和油 烧加腌制 青椒去腥切条 圆葱切条 胡萝卜切条备用 第二步 调碗汁 生抽一勺半 老抽半勺 蚝油一勺半 加少许鸡粉 糖 香油 再加两勺水 调匀即可 第三步 锅中加油 下入鸡肉 炒至颜色变白后 盛出备用 再次加油 下入圆葱和胡萝卜 烧加翻炒 加入黑胡椒碎和青椒 再加入调好的料汁 最后下入炒好的鸡肉 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我们这道口感爽滑 香气四溢的黑椒鸡柳 就做好了 一起来尝尝吧 老抽 盛出炒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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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 OB